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麻辣味的凉拌莴笋 那莴笋是一个非常爽脆好吃的蔬菜 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那麻辣味的呢非常的下饭 也非常的好吃 我们今天就来做 材料呢也很简单 一个莴笋一个鸡腿菇还有一个胡萝卜 你也可以加一些黑木耳什么之类的 你喜欢吃的蔬菜 我们把莴笋去皮 然后呢切成丝 你也可以用擦丝器把它擦成丝就可以了 然后把胡萝卜先切片 后切丝也要去皮 鸡腿菇切丝 把大家都切成丝就好了 好,莴笋和胡萝卜 这次我们不用焯水的 直接用盐给它 把里头的汁给杀出来就可以了 那鸡腿菇的话 我们必须要焯水焯一下 我们放点盐 然后把它静止在这里10分钟左右 这时候我们去把鸡腿菇给焯水焯一下 然后在一个盆子里头倒入 我这个是纯净水 最好是凉开水是最好的 那这个蔬菜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汁给杀出来了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纯净水里头 过水洗一下多余的盐 然后再把它挤干净 放入碗中 把鸡腿菇也给它挤干 放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就来放料 我们放蒜末 糖 盐 醋 香油 花椒油 红油 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入你想吃的一些佐料 这个花椒油是现成买的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几粒花椒 然后用油炸一下 也是很香的 那现在介绍一下这个红油 这个红油是我自己做的 用了十几种香料熬制的 非常的香 味道非常好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制作红油的整个过程 我们把红油放到这个 莴笋里头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我们把所有材料放好之后呢 把它拌一拌 拌均匀了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到碗里头 放点香菜或者葱花之类的 绿色的点缀一下 然后在表面再淋上一点 红油 这样一道色泽鲜艳 麻辣鲜香爽脆可可的 凉拌莴笋 我们就做好了 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